我强烈支持躺平 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骗子 就是编造辉煌的过去 许落美好的未来 让你牺牲你的现在 所以选择躺平呢 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是一种重新认识生活的一种态度 是一种觉醒 不当机器人 不被割韭菜 不上班 不消费 不社交 不结婚 不旅游 降低生活标准 自己种田种地 自给自主 这不就是大家倡导的 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吗 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 一单食一瓢饮吗 追拱而整之 再漏相 人不堪忧吗 回也不改其乐 不亦而富浅贵 与我于浮云吗 这不是孟子所说的 贫贱不能夷贵不能饮吗 这不是诸国亮所说的 古权性命于乱世 不求文达与诸侯吗 你可以炫你的薰花露马 你可以炫你的如花美卷 你编造再美的童话 我可以不听 你画再大的饼 我可以不看 你设计的再诱人的游戏 我可以不参与 我连观众都不想当 你赢认你赢 老子赵藤平 对不对 我可以不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